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冷 常拉肚子 有时即使室内或户外温度26 27度 我还要穿两条裤子或卫生衣 常常出汗 每天换三四套衣服 不穿多一点 就会溜鼻涕 打喷嚏 怕冷的状况没有改善 每天晚上有水电热弹 今天6月13号周日 听到张医师在全球在线答问中 提到可以改吃姜粉 姜泥 姜碗 请问口渴的时候能够多喝开水吗 我还可以做其他的方法 改善我怕冷的状况吗 平时有运动 所以体力很好 感谢张医师 温哥华团队回复 痰多 尿多 汗多 及常拉肚子 这些都是正的功能紊乱 或属踏出体伤 或属换出体伤所致 要透过按推 向对应的原始点 去找痛点 包括上下背部 和间追 而你提及 急怕冷 是正的体力虚弱 显示热能严重不足 多数患处体伤所致 因此 你妈妈要通过按推 找痛点 来处理正的功能紊乱 这一处理怕冷 就要加强补充 内外热源 即让热源直达患处为主 按推 向对应原始痛点为辅 提议 1.下腹含凉 容易拉肚子 每天多加温敷下腹 即用姜粉 姜粉丸 涂姜粉泥 或用姜粉泥 或姜粉灌肠 2.每日要按推 上下背部 即间追一次 3.平时除了计时 含凉食物之外 每日三餐 还得以温热性食物为主 4.晚上 除了睡电热毯外 白天 也需长时间的温敷 颈部 也需保暖 即温敷 温敷有需要时 可改热敷 5.你可加姜粉 或辣椒粉 在毛巾 然后附在背后 或涂姜粉泥在背 以增强热源 5.如果身体状况很好 无需每天都喝80克浓姜汤 可以把姜汤浓度稍微调整一下 为适合自己的浓度 喝了温暖舒服为宜 6.如果不方便熬煮姜汤 每天含姜碗 使用姜粉 姜粉泥 也是一种选择 会有帮助 你妈妈那么怕冷 热能严重不足 白开水 是寒的不适合喝 7.你妈妈虽然有运动 而她体力很好 所以 可再加强运动量 以增加热源 你妈妈学习原始点 时间已不短 并用每星期日 听张一师课 若能持之以恒 再重复阅读 原始点医学第16册 即检视 补足内外热源 是否做到位 那怕冷情况 一定会有改善 她回答得非常好 还蛮细腻的 最主要 如果说 还要勉强说几句话 就是 她 那个痰多 尿多 汗多 我的建议是 不一定要喝 溶姜汤为主 就是以平常姜粉泥 姜丸 甚至姜粉 但记得 这些一定要喝有机姜 有一些外面品质不好 而且姜粉打得太粗 那有些喝下去 是不舒服的 如果现在像基金会用的 这个有机姜 那姜粉打得非常细 然后即便吃姜粉 我都觉得还蛮舒服 那也可以用姜粉泥 甚至如果消化 还可以消化方便 姜碗也可以 这些都可以尝试 那不至于喝汤喝太多 那至于她说偶尔会口渴 当然还是以姜汤 口渴的时候就喝姜汤 不口渴的时候 就吃姜粉泥或姜碗 大概这样 其他都回答得很好 我想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就这样